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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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法语讲到菩萨戒体 怎么来护持 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受过菩萨戒了 那菩萨戒要得戒 最要紧的是发菩提心 那不仅是菩萨戒 乃至声闻戒 像居士的五戒 八观哉戒 出家人的沙米戒 比丘戒 这些声闻戒都应当以大菩提心感发戒体 若能以菩提心得戒 那所得的戒体 称为上品戒体 那如果是以自立为主 那如果是以自立为主 兼顾利他 那这是属于中品戒体 那如果但求自立 不求利他 就是下品戒体 所以当我们受戒的时候 戒师通常都提示 我们要发上品心得上品戒 那上品心就是菩提心 所谓愿度 愿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愿修一切善 无善不休 愿度一切众生 无以众生而不度 愿一切众生 皆得成佛 这样就是菩提心 那这个三种心 所对应的就是菩萨三具境界 律仪界就是断一切恶 设善法界 就是修一切善 饶意有情界 就是度一切众生 所以能发三心呢 就敢得三具境界 那这三心呢 就是菩提心 跟这个大乘起性论里面讲的三心 就是治心 身心 大悲心 还有观无量寿佛经讲的 至诚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都是相同的 断一切恶 那就是至诚心 修一切善 就是身心 度一切众生 就是回向发愿心 也就是大悲心 那么用这样的大菩提心 来感发菩萨戒体 然后通过持菩萨戒 护菩提心 那我们念佛人呢 念念求生净土 也需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念佛人呢 这个发菩提心 跟受菩萨戒 发菩提心 都是一样的 没有菩提心 就不能得菩萨戒 也不能往上净土 既已发菩提心 就应当受菩提心 护持自己的菩提心 使令菩提心不退 将来能确保 往上净土 那菩提心 简单地说 就是这里讲的 悲至相应 慈悲和智慧 相应 光有慈悲 没有智慧 那就是烦情 凡夫的这种感情而已 光有智慧 没有慈悲 那就落入二层 都不是菩提心 悲至双运 那才能够生菩提心 那相应 是跟什么相应呢 当然是跟佛相应 因为佛都是因为发菩提心 成佛的 在《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当中讲 因与众生而起大悲 因大悲心 而起菩提心 因与菩提心 成等正确 所以 所以菩提心呢 起于大悲心 大悲心呢 是因为有众生 当我们见到众生的苦难 就要发这个慈悲心 那这个慈悲心 升起来了 就能掌养菩提心 菩提心是在慈悲心的基础上 还要加上智慧 般若智慧 空假中三观 了知众生呢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这是空观 但在相上 有话 真有这些苦难众生 所以 还要 发起救度之心 那度一切众生 使母友谊众生而得度 所以 假观呢 这个 不爱中观 空观 那明知 无众生可度 还要度众生 空观呢 不爱假观 空假不二 即是中观 发这种心之后 就能得 无作戒体 菩萨戒体 乃至于所有的戒体 都可以叫 无作戒体 为什么称 无作戒呢 这是对应于 作戒而说的 做就是造作 当我们呢 受戒的时候 那是由 身口意的造作 身礼拜 请师 口 起戒 其请 阿舍离 或者和尚 受戒 其请 这是口意 一业 制成 一心 来求受 戒体 在受戒 在受戒的 当下 譬如 受五戒 八观摘戒 沙弥戒 都是啊 在三规一的时候 得戒 受比丘戒呢 是在 实施 做白色 结膜的时候 得戒 那正在 做法的时候 三规一也好 白色 结膜也好 那菩萨戒 是在 做三番 结膜的时候 正做法时 远近 发心 观想 远念 十方式戒 十法戒 一切 有情 无情 的众生 发大菩提心 那 就是刚才讲的 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修一切善 无善不休 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愿一切众生 皆得成佛 发这样的 菩提心 就能 感发 做戒体 因为这个戒体 是通过造作 而得到 叫做戒 那么做法 完毕了 我们呢 啊 身口一造作 就停止了 啊 没有再 继续受戒了 受戒圆满了 啊 这个仪轨 做完了 那就是 那就是 无作 那我们 在受戒的时候 通过 身口意的造作 升起了 这个 作戒体 当 仪轨 做完了 造作 停止了 做戒体 泄落 同时 不用造作 它就永远 存在下去了 啊 这个存在的 期限 是你受戒 所 邀期的 期限 例如 你受五戒 沙弥戒 比丘戒 就是 净行受 一直到 命中 啊 命中断气了 这个 无作戒体 才泄露 啊 那如果是 八观灾 戒呢 那你就 假如只受 一日一夜 一日一夜之后 明相一出 八观灾 戒的 无作戒体 就泄露了 那假如是 受菩萨戒呢 那是 敬畏来记 它不是 因你这个 身体 死亡了 就泄露了 它是 敬畏来记 生生世世 随着你的 一直到 成佛 除非你 破戒 破戒 就 实戒体了 那 菩萨戒 还有一个 就是 退失 菩提心 自然就退失了 菩萨戒 那么 我们 虽然是在 受 生文戒 也是以 大菩提心 感发的 戒体 那算是 菩萨戒呢 还是 生文戒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有请教过 请公和尚 如果是 以菩提心 得戒的 那个戒体 理应是跟菩萨戒 一样的 但是 只不过 生文戒的 腰戒 那个 七线 只是 这一上 菩萨戒呢 七线是 尽未来记 仅此 不同而已 所以 在戒体的 本身来讲 那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 无作戒体 到底是什么 根据 钟南山 道宣律师的 解释 就是 我们 第八十天的 善种子 通过 牲口意 受戒的时候 的造作 这是 纯善的 造作 那么 落下的 这个 种子 是 纯善的 没有 丝毫的 染污 那么 这个 种子 呢 种 种入了 第八十天 当中 纵然你 受戒 已经 完毕了 但是这个 种子 依然存在 不用 继续 受戒 它还是 有功用的 所以叫做 无作 戒体 这个 种子 能够 任运 也就是 自然的 防飞 止恶 特别是 你在 受戒的时候 智障 一行 这个 种子的 力量 就非常强 能帮助 你自然的 断恶 行善 乃至于 你不造作 身口意 比如说 睡眠 睡着了 身也没动 口也没动 意也 没有想了 没有思维了 那你在 梦境当中 如果遇到 犯戒的境界 因为你有 这个 无作戒体在 就是这个 善中自在 所以 你会 在梦中 都能够 防飞止恶 都是拒绝 犯戒 比如 你在梦中 见到 美女 如果没有戒体 可能就 犯了 邪淫 但是呢 因为有这个 戒体的 防护 你在梦中 能够 意念 自己是 受了戒 的人 所以就 起这个 护戒之心 在梦中 也能够 不犯戒 这是一种 效应 感应 很多人都有 尤其是 受了戒 不久 那么受了戒之后 这种 噩梦 也会越来越少 到后来 就没有了 因为 只要你 一直在 持戒 护持 这个戒体 这个 种子 是可以 增长的 而且 他是 尽虚恐 变法界 都在 增长 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 受戒的 当下 是 原念 尽虚恐 变法界 一切 有情 无情的 众生 心包 叹虚 量重 杀 所以 这个功德 也是 变法界 虚恐界 虽然晚上 睡着了 什么都 没有造作了 但是 这个功德 依然是 尽法界 虚恐界 的 在 增长 所以 持戒 功德 修胜 远超过你 布施的功德 布施 你都有个对象 你布施 四天下的众生 那个对象很广大 但 不如 你持戒 一日一夜的功德 你布施 四天下 众生 近于百年 不如 一日一夜持戒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懂得这个道理了 我们要 珍重自己的 武作戒体 要 好好持戒 好好 护持自己的 菩提心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呢 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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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